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谷虫 谷过人心之谷 话说呢 发现血谷啊 也是一种偶然 以前呢 压根儿没听过 即使网上有相关谷虫的介绍 里面似乎也没有这条 也许是菩萨郎劳聪见见世面 也许本人呢 和被查寻者有缘 前几日 来了这么一位同修 想查一查 腹体 体外灵性 血法 能查哪个类 居然是 血法可查 于是他也进行了委托 说干就干 你看 我们也毫不含糊 她的时候 有点蒙圈儿了 再次给妈妈眼儿 一条虫子 在体外 不在身体上 是妖 肺炎 是魔 不是 是精怪 更不是 菩萨开始呢 始为一种蛊虫 既然是谷 为何在体外呢 在体外也能伤害人吗 答应 不能 不能伤害人 那自然 受害者本人 还不能算作受害者 只能说 即将被害 或者说呢 即将被害算 不过这种情况 你要说出去呢 没人会相信 威言耸听 他不像以前 那几位重骨的同修 尤其是其中一位 杜达鲁骨 瞧起来那声音是 咚咚咚 不能吃饭 只能吃些流食之类的 一半查不出病症 只能随便给你输点葡萄糖啊 生个盐水啊 跟你糊弄日子 说白了 也就是等死 在那种情况下 你告诉人家是谷 绝对性 自然对王爷的确是性 自然最后呢 也的确被老宋化解了 具体呢 可以听之前的小故事 老宋呢 专门分享过 可是这件事 血骨这件事 我估计 说给谁 也没人信 没人信 我们要不要说呢 依然要说 如实告知 即可 话与不话 看对方 比起 水与爱 血骨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我们只知道 它是骨 如此而已啊 我们对此知之甚少 我们又不养它 再说了 有几个人会中骨 让我们碰上了 所以老宋也压根不去研究这些 不研究 但是在关键时候 如果有缘分 菩萨会做开示 于是 空中出现 几行字 老宋呢 给大家念念 血骨 血骨 独重科 体态 层通红 身长 二十到 二十五厘米 直径 五厘米 大家听听 上面这段 像不像哪个百科全书 或者是 动物标本 中的一个介绍啊 没错 听起来很像 但这的确是 菩萨给我们显现的 这么一个分析 也许是便于我们 去理解 听到前面呢 你就知道了 这种虫呢 是红色的 和我们的血颜色 相似 长度 知己 也到 告诉大家 难道成为血骨 它仅仅 是和血 一个颜色吗 非原 还有下句 这个下句呢 老孙就不一读了 大约就是 这种血骨呢 需要生活在血液当中 以吸食人 血液为生 它潜伏期很长 潜伏在哪呢 人的血液当中 潜伏的过程当中 你是不能被发现的 即使你做X光 拍什么什么什么片 也无能为力 潜伏期 他将做什么呢 什么也不做 微微的吸你一点血 吸你这个血 对你的生命 不会造成 太大的损害 就好像我们 偶尔呢 受了点小伤 受破了 至少是不会有大损害 他才等待了 这个血法师的命令 血法师在那边 一失重 他就开始行动 我们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 就是不明者已 一明尽人 他不行动 也就罢了 不行动 他可能会潜伏 三个月五个月 三年五年 甚至十年八年 甚至更久 这就是前面聊过的 潜伏期很长 他为什么要有潜伏期呢 这就是血法师的阴谋 比如说你得罪他了 今天晚上刚吵了个架 他回去就让你生病 你自然会怀疑是他 如果他平时也喜欢孤岛的心的话 或者说呢 你和对方 昨天晚上 闹了点不开心 今天天没亮 你家窗户的玻璃就被砸了 警察到来 问你怎么着 你毫不犹豫就会想到 可能是昨天晚上 发生不愉快的那个人 虽然未必是他 但是你会有很多疑惑 大家是不是啊 这些写法师也深爱一个道理就是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这个君子一定要打个引号 只是在此引用这句所谓的凝聚罢 并不是在赞叹他的一个行为 我们修行人 要多与人为善 不与人为恶 同时呢 要放下贪嗔 吃满 一嗔 就是憎恨 我们要放下 过去了 就让他们过去 不论他对方有多么的不对 我们也放下吧 不与他们计较了 大人有大量 量大 福就大 对不对啊 这些法师给你下福 或者是下鼓 我们看到的这在身体之外 为什么还没有进入身体啊 他才早突破口 就好像呢 我们抗日战争期间 这个 日本 想要呢 攻占哪个城市 首先呢 就会派很多间谍啊 什么士兵啊 化妆城 农民 工人 先潜伏入这个城市 对城市的重要据点 人口集中地 战略装备 储存地 等等 摸个底 画个图 然后再制定战略方案 古也是如此 虽然不是那么复杂 他怎么着 他也是在事迹 而动 你现在修行呢 念佛呢 共修的能量光比较强 那他就躲一躲 等你哪天一不顺心 给父母发了点脾气 在家呢 闹了点不开心 或者坑能拐片头 吃喝嫖赌 抽 里边呢 干了几页过分的事 你的生命能量光 急剧下降的时候 他就 钻了这个空子 进入你的身体 潜伏入你的血液 这些蛊虫很奇特 别看它有20到25厘米长 只近5厘米 它是一个灵体的形式存在 你不会发现 甚至你都没有知觉 有点意思 很敢 菩萨呢 能告知这个血骨的来历 也感恩呢 我能遇到这么一件查询 让我对这件陌生的事物 有所了解 然后分享出来 公布于众 期待呢 更多的有识知识 能够研发更多的方法 来对付这些血吧 你说老宋能不能解 老宋 不能 因为这个 菩萨给显示的就是 这种血骨 只有法师本人可解 外人不信 当时和这个 写法师的灵体沟通过 他是 如果对方愿意化解 他愿意卖老宋一个薄面 他来解 不通过这个 斗法的形式 这个写法师和这个 同修呢 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前生 前生的事情 那这位写法师 怎么知道前生呢 来自于一个奇特的境遇 很有意思 这个写法师不是成理人 和老宋一样 来自于农村 甚至呢 比老宋所在地 还偏僻 他在几十年前 进山 伐木 干嘛呢 做饭用 那个时候呢 还没有使用 煤球啊 这类的东西 他也小 好像就个十来岁的样子 无意中走入一个山洞 不过啊 令他奇怪的是 这个山洞里边 居然 清朝重生 甚至很多 红色的植物 越往里走 颜色越红 小孩嘛 他也没觉得有多恐怖 只是觉得好奇 就往里边多走了几步 大红色 大约走了 有那个 构计有五十米到一百米的样子 豁然开朗 那里边看起来还挺大 中间呢 坐着一个人 浑身通红 也许是有缘 也许是一个写法师 当时这个小孩每天进山 虎豹才狼都见了 惯了 也没法在这个当回事 孩子胆壮 洞里边的那个人呢 也没有显现太普及的样子 反倒很和爱 这个和爱和菩萨的和爱不同 他这样的幻化 无非是像受一个徒弟 也许等了几百年 刚好 才遇到 简单视线了几下神通之后 这个小孩呢 就很乐意来学 他太好奇了 不用说这个小孩了 我们大人也好奇啊 如果你没有分辨能力 如果这个是让你遇到 也许 你会认为 你遇到了天人 从此 这个小孩就一发不可收拾 养儿骨 对其呢 出现了很多魔通 或者是妖通 不能称之为神通 他通过观察他的上一次 发现有一个人啊 在他欺负致死 仇恨极深 心中呢 刺怒 恶从心头起怒在胆边声 一气之下 释放了几个骨虫 于是乎呢 就出现了 故事开头的一幕 在查询过程当中 我们也认为 这个血骨已经很厉害了 哇 天儿老霸道了 菩萨看到了我们的想法 念头 于是告知 还有一种骨叫亡骨 骨宗之王 具体有多厉害 老宋就不说了 有多霸道 老宋就不讲了 只告诉你一个细节 就是这种骨王会吃掉 养骨的法师 也就是说一般的写法师 根本不敢养 除非仇恨极深 谁把他惹到了 一定要报仇 以身是骨 那那个骨呢 替他出马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老宋只能为大家分享一个真实 此地没有传说 没有神话 分享这些 也不是为了让大家害怕 只是告诉大家 人生一世 草木一秋 我们要散待我们的家人 朋友 甚至每一个陌生人 散待我们身边的一花一草 一鸟 一蟲 在主观意识上 我们绝对不能给他任何的伤害 在客观上 比如说我们无意当中伤害了 那是没有办法 但是我们尽量 不去做这些无意的事 走路多看看地 免得脚踏 蚊虫蚂蚁 没有蚊 蚊子一般你也踏不到 真的是要 与一切众生为善 因为你保不齐 什么时候 就有恶果到来 与一切众生为善 你保不齐 什么时候 就有善果到来 善果无意 是让我们兴奋的 幸福的 开心的 愉悦的 恶果自然就是恐怖的 我们不想要的 菩萨为一 众生为国 我们学佛修道 就是修习菩萨道 学习菩萨 学习佛 学习他们的行为 理念 学他们的发息 所以我们处处 实时 都发菩提心 都发真心 都有善的念头 那样我们就少造业 甚至不造业 我们的虔诚 就是光明的 前面的路 就是光明大道 好了 今天的故事 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如果老中的故事 能给大家 有所启发 麻烦您 多多转发 转发故事 那是三种布施 感恩 感谢您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中年佛净土 上报 四重恩 夏季 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 极乐国 也将此 将小故事的功德 回向给 作为善知识 回向给 所有听小故事 转发小故事 随喜小故事的 师兄 朋友 及一切众生 愿大家 家庭幸福 人人呢 开心 早日 正悟成佛 人人 回归 极乐 佛国 阿弥陀佛 我